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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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时间监督的审美 所以要做的非常难看见 原版做的非常低调和完美 但是N场就非常的明显 稍不留神就可以看到 皇冠表版这一点上主要看的抛光亮度 因为把头作为一个小部件也要和表格一样光亮闪烁 就算是一致的皇冠造型 我们看到抛光的能力是有差距 原版这么小面积 都做到了光亮感十足 但是N场查之明显 表带连接出正版水轨工艺好 保证一点都没有缝隙 但是N场有可能不同批次质量不同就有缝隙 机芯差别最直接其实是机芯的差别 劳力士官方不允许顾客在被劳力士售后点刺刺开盖 自行拆卸机芯就意味着只把自动放弃 大大部分人是不会做的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机芯图吧 分别是原版的3135和N场3135机芯 这个自润滑齿轮 油丝 地震器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容易坏这个是最糟糕 毕竟国内自产基芯的水平大家都知道真的能力不够 以上就是我能力有限范围之内能够做得的真假区别 其是作为手表爱好者 在初学者阶段有一些资金不足的情况 之下我们玩一玩奔场也没什么 毕竟跟穿鞋一样 谁还不是从莆田鞋穿起来的 但是说一句重点 你骗得过别人 骗不了自己